结果却被《综艺天王》吴宗憲炮轰 这根本就是抄袭西洋 老歌涉嫌有抄袭 甚至网友也挖出了大陆钢琴家 在2019年所发表的钢琴曲《自由之秋》 相似度也很高 而对此马来西亚作曲人喊冤了 他强调这歌曲是原创不是抄袭 但一比较旋律 网友说真的像到吓死人 卢广仲演唱的《磕在我心底的名字》 风光拿下今年金曲奖年度歌曲大奖 确准入抄袭争议 综艺天王吴宗憲直接炮轰 这首歌涉嫌抄袭西洋老歌Reality 两首歌副歌结尾 二到四小节几乎雷同 不仅如此 网友跟挖出大陆钢琴家 2019年发表的钢琴曲《自由之秋》 相似度也很高 两首歌旋律 主歌前三小节 相似度几乎达95% 法律上认定八小节相同 就视为抄袭 任意更动一个音也算 眼看中了两首歌 网友翻出一首日文福音歌曲 听起来也有点类似 在网路上掀起一篇讨论 网友言语抄袭你的抄袭 致敬你的致敬 马来西亚作曲人喊冤 强调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是原创 否认抄袭 而文化部和金马执委会 目前没有要取消得奖资格 究竟是艺术创作还是南壁抄袭之嫌 短时间内风波恐怕还不会平息 记者综合报道